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2018年4月1日播放的《2012荣耀派望》第425篇 完结了长达10个月 共42篇以后外方式加插播放的《曼德拉效应》信息 当日华牧师一方面按着神的带领 以世上从未出现过的智慧和启示 拆解发生曼德拉效应的因由 为世人提供圆满答案 另一方面 神亦透过与这套信息相关的名人相计离世 明证曼德拉效应信息的真实性 第一个例子是2017年8月20日 透过精华短片《曼德拉效应》专辑110 著名基督教报道家葛培里的生与死 详细分享葛培里的死亡发生了曼德拉效应 因为世上有很多人清楚记得 葛培里早在2009年已经离世 各地新闻都曾经大肆报道他的死信 美国更举行了国家级桑礼 全世界都深切悼念 直至上年2017年 随着普世陆续出现大量曼德拉效应事件 人们才经过在新现实里面 原来葛培里一直健在 未曾离世 但事情并未结束 这篇精华短片播出的六个月之后 今年2018年2月21日 伴随曼德拉效应信息的分享 在这个新现实里面 葛培里再度离世返回天家 明证国际大事是环绕2012信息而转动 更令人震惊的是 葛培里离世前三日 2018年2月18日播放的 《2012荣耀盼望》第419篇 《2012荣耀盼望》之中唯有葛培里尚未离世 结果 随着这篇主日信息播出三日之后 葛培里就和另外两位 被尤华牧斯引用的报导家 一样返回天家 和他们相聚 完成了他在世的使命 另一位离世的名人 是早前2018年3月25日 透过精华短片《时事追击》 霍金死亡和时间里 详细分析过在2018年3月14日 PiDay当日病逝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霍金离世的消息 不单只隐藏众多 和石安教会息息相关的共同信息 以及318The Legacy 传承Eddie Forlum毕业例的超然印证 另一方面 和霍金齐名的爱因斯坦 同样和PiDay有关 他生于1879年3月14日 二人的出生和死亡组成一个Circle 原形亦是关联Pi3.14 这两位历史上最著名研究时间的科学家 亦完全吻合分享曼德拉效应 和时空穿梭题目的主日信息 而且他们一生一死 一位代表出生以及开始 另一位代表死亡以及结束 是Aleftaf的共同信息 神透过霍金离世的事件 显明时间的秘密 时空穿梭和曼德拉效应信息 是神给予这个世界的rayma 是当世代唯一的答案 此外 2017年7月30日透过精华短片 曼德拉效应专辑83 世界名人名字的改变 介绍了著名以故 美国花生漫画Penis的作者 查理斯·舒尔茨的名字 出现了曼德拉效应 结果相隔三个月之后 2017年10月13日 美国加州北部发生历史性山火 销毁数以千计建筑物 其中正正包括曼德拉效应信息提及 发生漫画作者舒尔茨的故居 被销成灰准 家中所有纪念品都化为烏油 最后一个个案 是今年2018年4月1日 正当主日信息结束整套42篇的 曼德拉效应信息之后 正正第二日的4月2日 曼德拉效应的代表人物 已故前南非总统曼德拉 他第二任妻子温尼尼世 中年81岁 南非总统曼德拉最亲密的妻子温尼尼世 正正标记了曼德拉效应信息的结束 成为神给予这套信息的惊人印证 每个人的出生和死亡 都在神绝对掌控之内 絲毫不差 绝非偶然 为要配合阿里夫塔夫的铸造 此外 今年2018年4月1日 曼德拉效应信息播放完结之后 随后就有国际头条新闻报导 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离世四年之后 世界关注到南非种族冲突的危机 自1994年 曼德拉在南非推行 以及实现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之后 在民生和政治方面 都可以看到黑人富权的成果 但近期 南非政坛上掌权的黑人 却希望进一步扭转 由白人掌控超过七成农地的情况 国会通过容许修献强征白人的农地 令白人失去保护 被剝奪祖先以真金白银买下的田地 南非这个本来主要由白人控制经济的国家 正上演一场400年来的大逆转 南非种族冲突渐渐增增加 步向形成种族清洗的悲剧 换句话说 亦标志着前南非总统曼德拉 推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死亡 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冲突将会一触即发 确实整个世界和历史都环绕2012信息而转动 明证2012信息和曼德拉效应信息的真确性 明证 Itttss finalmente クセess 明证